的起草人都讲过 我们的美国民主政治 就是建立在对所有政治人物的不信任之上 因为我们不信任你 所以不管你多伟大 你的总统只能做两任 因为我们不信任你 所以你必须有立法 司法两岸的领导人 这个时候一定要克制 一定要冷静 川普是一个破产过六次的商人 川普是一个美国完全不讲诚信的商人 按照Michael Bluber的讲法 他是一个根本没有信用可言的商人 奸商而不是所谓的企业家 台湾今天最大的危机就是 永远在判断国际政治的时候 你根本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 两句话记住就告诉你答案了 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 第35任总统约翰甘乃迪 他在被刺杀的前两个月 他在美国的犹他州的 祖百汉大学里面讲了一句名言 国家的利益比意识形态重要 千万不要认为台湾有一些人非常的天真 我们是民主国家 美国支持你 不会的 美国最支持的国家叫沙鲁地阿拉伯 它是全世界最专制最独裁 而且在两年前 他的王厨干掉了一个非常有名的 Washington Post的记者哈少吉 美国不敢追究 理由是川普告诉你答案 因为他是我们最大的军货买卖的来源 台湾跟美国关系最好的 不是民主时代的李登辉 不是民主时代的马英九 是最专制最独裁搞白色恐怖的蒋介石 因为他需要你 不要去天真的说 我们是民主国家 美国支持你 不是的 当国家利益在一起的时候 不管民主独裁 他跟你在一起 当国家利益不在一起的时候 同样你就会面临危机 现在全世界共同期盼 解决新冠肺炎最好的方法 是什么方法 发动一场战争 但是不要发生在我的国家 这场战争发生在哪里了 海峡两岸 海峡两岸一旦发生战争 美国川普总统顺利连远 全世界经济问题解决了一半 各位永远要记得 战争是可以让一些国家毁灭 但是却可以让国家生存发展 台湾没有如果1950年代爆发了韩战 1950年代的美国的杜鲁门已经放弃台湾了 因为韩战的爆发 美国需要他来围堵中共 台湾如果没有越战的爆发 越然打成一片焦土 可是台湾从贫穷进入小康 就是靠1960年代的越战 台湾靠两场战争 保住了自己的安全 发展了自己的经济 现在同样全世界 多少人在帮你当拉拉队 从来不跟你友善的欧盟 从来跟你拒之一圈里之外的美国 突然的鼓励你 支持你 跟对岸硬干 原因是 他们需要一场战争来解决的 COVID-19所带来的经济危机 两岸的领导人应该有这个智慧 因为两岸的战争一旦发生之后 两岸都将倒退 而就解决了今天欧美国家 所共同面对的所谓的 冰卡罐肺炎所带来的经济衰退 我相信我看得到 习近平看得到 蔡英文看得到 两岸的领导人都应该看得到 选举很快就会结束 川普不会把美国放在第一线 他是一个商人 但是他会期望别人发生战争 用别人的宣学 来做自己的垫脚石 那远比自己流血 第一个更安全 第二个更保险 第三个过去的例子 美国就是一个靠战争起家的国家 这一点大家务必要特就知道 战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负担得起 你千万不要成为任何人的马前竹 National interest is more powerful than ideology 国家的利益永远比历史形态重要 这是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把他最重要的对手 国民党原本赖以生存的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那种模糊和弹性的空间 轻轻随毁 九二共识变成了一国两制 所以讨厌民进党 本来是在2018年 韩国瑜大胜的关键 可是讨厌共产党 变成2019全民的共识的时候 韩国瑜惨败 国民党惨败 所以他在过去的四年当中 平心而论 他的政绩普通 赖清德出来参选就告诉我们 他到目前为止 民调和声望 大概是历届总统当第二任来讲 他是最高的 但是我必须要说 他也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任何学过民主政治都很清楚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关键 和最重要的因素 是建立在对政治人物的不信任之上 所以美国的泰国原型 Thomas Jefferson 美国第三任总统 Independent Declaration 就知道 战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负担得起 千万不要成为任何人的马前竹 National interest is more powerful than ideology 国家的利益永远比一次性